人權觀察5月13日 一份新發表的報告指出 中共警察用暴力手段 對疑犯進行逼供 廣泛存在 犯罪嫌疑人仍然會被殴打 和持續多天被扣靠在椅子上 以此來逼取公辭 海外中文媒體披露 中共前軍委主席郭伯雄 被確認罹患癌症 目前被控制在軍隊醫院 此前傳郭伯雄 及其家人已被抓捕 大陸毒品氾濫 光是官方提供資料就顯示 吸毒人口超過 全大陸人口的1% 超過1400萬名 其中濫用合成毒品人員 急劇增加 中國業者一份報告指出 2014年 全國最能吃的省份是廣東 餐飲銷售收入為 2836.6億元 排在全國第一位 江蘇則排在全國第三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